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仙女呢 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 江阳大道和萝莉 穿越百年的爱情电影 《冬日奇缘》 故事发生在纽约的冬天 男主名叫彼得雷克 是一个新爱尔兰移民男孩 小时候被附近放在一个 叫做正义之城的小船中 挑到纽约城 彼得为了生存 被迫加入了黑社会组织 管尾巴成为了江阳大道 便救了一身 窍门解锁的看家本领 耿直的彼得罪了黑社会老大 像一只丧家犬一样 被人追了二里地 眼瞅着彼得被追得无路可退 这时出现了一匹白马 天赐神兽自然非同凡翔 白马张开双翅 横跃而起 带着彼得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劫后余生的他 并没有金门洗手 只依然干着老本行 这回呢 他打起了报业大亨的主意 潜入了人家的家里 轻车熟路的找到了保险柜 这时并为女主被福利出现 身患肺病一直在发烧 无法医治 只能靠着物理降温来维持 不是洗凉水澡 就是光这个脚丫 啪嗒啪嗒在雪地里面乱碰的 反正是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的 彼得被女主发现了 很尴尬 以为再见难逃 谁知话风一准 这个傻白甜的女主 邀请他进屋喝茶 自古英雄难过美容观 几番对话下来 就被被福利KO了 之后两个人双双坠入爱河 本来打算私奔 可是黑社会老大这个狗皮高腰 就是死活甩不掉 又被他给缠上了 无奈之下 来到了被福利的家里面避难 你说人都到家里面了 怎么也得顺道金鲜父母 可是这次见面貌似不是很顺利啊 彼得和被福利的爹地 进行了一番唇枪舌战 之后并没有讨得老丈人的欢心 这可怎么办呢 天降神处 家里的火炉坏了 彼得寻思着 这是个好机会啊 我得得瑟一把 不顾夫人的阻拦 直接冲上了楼顶 一阵下倒过后 还真给他修好了 这次不光救了全家人的命 还保住了对于被福利爹地来说 相当重要的房子 可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老丈人的心开始慢慢地接受彼得 并且送出了一个大大的熊猫 贝福利未在旦夕 彼得想给他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便带他去了舞厅跳舞 可谁想出门在外防不胜防 跳个舞的功夫 贝福利的酒就被下了药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饮而尽 我估摸着这是一种慢性毒药 贝福利回去之后 并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 反而在窗台脱衣服 嗯哼 勾引彼得 彼得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气质男儿 自然经受不住 这狼情惬意的诱惑 轻轻地撩开了贝福利的门脸 哇 两颗炙热的心终于慢慢靠近 按捺不住的贝福利大胆地表露心意 你 你要是怕我 以后就没有人能碰我了 然后就顺理成长地做了 你们想象中的那种事情 可谁能想到 这幸福过后的暴风雨来得太猛烈了 彼得就这么失去了自己亲爱的女人 一般在这种时候 导演都会在电影里面 加一段男主诗去爱人 一直于失忆的桥段 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彼得在失忆的时候 一直不停地画一个红头发的女孩 一画就是一百年 苦苦挣扎中 终于找到了这个红头发女孩 原来这个女孩 就是贝福利一百年后的转世 并且也双患绝症 只能说贝福利的灵活是真的命苦啊 仍然无法医治 此时彼得嘎嘣一下就活明白了 原来这一百年来 就是为了等这个小姑娘呀 我他妈是救世主 确认过眼神 彼得开始救人 面对沉睡的红头发小女孩 彼得施展出了刀逼刀大法 一边说一边咽咽咽地哭 就在这个时候 小女孩突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 腰不酸啊腿不疼啊 说说话都能做起来了 彼得完成了使命 与母女俩告别 幻音结束 彼得骑着天马消失在天际 好了 今儿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想看更多精彩的内容 赶紧来关注我吧 娜娜在这里等着你哟